请问今天的历史题目是什么 刘备变成落跑鸡 这个 刘备和刘表说的话呀 在一旁的 蔡氏夫人啊 已经听到了 少许的话 蔡氏夫人啊 刚好就是听到 最关键的那一段话 因为大部分的话都是在 聊家常 她是在刘备 讲 一定要让 长子刘夕继位之前 一分钟来的 结果刚好就给她听到 最重要的那一段话 蔡氏夫人 干咳了两声 她就说 她就走掉了 刘备就说 哦对不起表哥 我现在 刘表大哥 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觉得 有点想要拉肚子 说完就跑到 茅厕里面去了 到了茅厕里面呢 刚一坐在马桶上面啊 她就 刘备就哭了 红着眼睛 拉完之后呢 红着眼睛出来了 刘表问刘备 刘备 哎呀 显底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哭啊 哎呀 现在是健安十二年呢 曹操已经把乌环给蒸发完了 辽东也投降了 我现在根本没有出兵打仗过 所以大腿的内侧全部都涨了坠肉 觉得有点 可惜呀 刘表也说 刘表就说 也对哦 对你来说 起码简直就是你的职业了 好吧 你回管义休息吧 送客 说完刘表就送客了 刘备啊 刘备被蔡氏盯上了 蔡氏妇人去找他的哥哥 不是 去找他的兄弟 蔡茂 蔡茂就说 哎 嗯 那我说 那我说 嗯 妹妹啊 你就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好了 啊 什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我就派军队啊 去close掉刘备 然后呢 你可以到刘表那边去撒撒娇 等到刘表知道实情之后呢 他也后悔莫及了 蔡茂阴险的嘴脸啊 被 全部都被 一级这个挺刘备的人给看到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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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啊 送了一盒水果到刘备的府上 刘备啊在管义收到了一级的水果 他说 嘿 这一级很厉害嘛 他 他还送给我水果呢 打开一看 脸都绿了 刘备的隋虫就问 怎么了 刘备就说 惨了 蔡茂要我的命 那该怎么办呢 你白痴啊 刘备拍了一下隋虫的头 他就说 赶紧算哦 说完啊 他就收拾了收拾行李 骑上了他的地鞍马 回到了他的心野了 蔡茂派了文聘啊 从正门突入 王威从后门攻进 到了这个 到了刘备的府上之后啊 才发现 灯是关的 蔡茂啊 把电灯的开关一打开 意思就是说 他把火柴划上 然后呢 点了蜡烛之后 才发现 刘备已经落跑了 蔡茂啊 写了一首反诗 在刘备的墙上面 在第二天早上啊 去见刘表 刘表啊 他呀 一听 咦 贤弟说 反 做反诗 千真万确 我去看看 刘表说 蔡茂心想 嘿嘿 你去看 你说中计啦 刘表看到了这首反诗之后 气得全身 发抖 他就说 没想到这个 忘恩负义的家伙 竟然会这样子 对待我的荆州 这个 反诗的大意就是说 我 刘备这条龙啊 被困在荆州这个小游泳池里面 如果有一天 下雨了 巨雷来了 我就会腾空而起 变成一条 巨龙 席卷 全世界 刘表啊 简直快要气得发疯了 但是在他疯的那一刻 哎 他恢复理智了 他就想 不对啊 刘备不作诗的啊 刘备又不是李白 随便喝醉酒就做一首诗 没有这样的辞职啊 刘表就说 别去攻打新野 刘备不作诗的 蔡茂啊 他很不解的说 不去攻打 万一刘备打过来怎么办啊 刘备自保都来不及了 打过来干嘛呢 而且刘备 从来都不写诗的 这首诗 就当作没看到 刘表对刘备这么好 蔡赤和蔡茂 会怎么陷害刘备呢 请见下回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